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段先为人知但却深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 在纳粹奥地利的犹太人如何面临生死抉择 以及英国官僚对他们的冷漠反应 1938年维也纳犹太人发现了一线逃生希望 然而他们的愿望却遭到北爱尔兰政府的无情拒绝 数百人因此陷入绝望 透过新书《被拯救者》与《被拒绝者》的深入研究 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人道主义的缺失 更提醒我们当时的社会无法有效施压 以拯救那些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 接下来我们还将探讨密切相关的话题 包括十圈祭坛时的神秘起源 这一历史未解之谜正随着新研究而逐渐浮现 揭示了古代人类的智慧和探索精神 更有触动人心的故事来自Blink182鼓手特拉维斯巴克 他对已故母亲的深切怀念 让我们见证了家庭情感的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工匠 北爱尔兰的失落机会 1938年8月26日 维也纳的犹太报纸《犹太人观察报》上 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 标题是《北爱尔兰需要犹太工匠》 这篇文章犹如在黑暗中照亮了一盏希望的灯 吸引了数百名在纳粹奥地利遭受迫害的犹太人 贝尔法斯特的当局正寻求来自中欧的移民 希望这些技术精湛的工匠能在当地创办企业 培训当地人 对于当时正经历恐怖迫害的维也纳犹太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线希望 五个月前 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吞并了奥地利 并对维也纳的17万犹太人展开了无情的迫害行动 让许多人陷入绝望 随后 有约300份申请书 共包含730名男女老少的名字 送到了北爱尔兰政府的斯多蒙特大厦 然而 这些申请的结果却令人心碎 仅有少数几名公务员负责处理这些申请 绝大多数的申请最终都以遗憾或不回复的简短回应结束 对于那些渴望逃离死亡阴影的犹太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次的绝望打击 这背后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官僚体系 在这段悲剧性历史中扮演了无情的角色 这段历史首次被诺埃尔·拉塞尔 在其新书《被拯救者》与被拒绝者 北爱尔兰·维也纳与大屠杀中完整地揭示出来 拉塞尔透过档案为发表的家庭回忆录 信件给予幸存者的访谈拼凑出这段心碎的历史 他表示得知那些被拒绝的人在大屠杀中被杀害 让他感到震惊和悲痛 虽然那些成功抵达北爱尔兰的人 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整体上拉塞尔感受到的是对于未来可能性措施的遗憾 斯多蒙特当局提出的这一计划 原本是为了应对当时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的问题 早在1938年初 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纽曼的犹太人 已经从奥地利引进了7名工人 为当地的一家织物工厂培训工人 这位更大规模的计划提供了模板 然而 随着纳粹官员对维也纳犹太人的压力不断加大 许多人被迫离开家园和工作 甚至被迫清洗人行道 遭到嘲笑和殴打 尽管北爱尔兰的报纸 报道了这些迫害事件 但斯多蒙特的官僚们 却将这一计划 视为狭隘的经济问题 而非人道主义的考量 最终 只有约100名犹太人 被允许进入北爱尔兰 他们在当地安顿下来 找到工作 甚至建立了工厂 然而 随着战争的爆发 纽曼与其他被拘留的犹太人一起 被送上了SS阿兰多拉星号 而该传在一次 德国潜艇的袭击中沉没 纽曼不幸遇难 当新的反移民骚乱 在贝尔法斯特 及英国其他地区发生时 拉塞尔感到失望 这提醒我们 历史的悲剧 随时可能再次重演 这段历史 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 更是对当前社会的警示 提醒我们 在面对困境时 应该保持人道主义的立场 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心扉 石圈神秘祭坛时的起源 探索加剧 与此同时 在寻找石圈祭坛时起源的过程中 地质学家们将目光转向了苏格兰 这一转变 源于最近的研究结果 这些结果 将祭坛时的起源 从威尔士重新引导到了苏格兰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新的分析显示 这块石头并不是来自于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克尼群岛 这项研究的结果于 9月5日发表在考古科学报告期刊上 正值8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 祭坛时可能源自苏格兰东北部 颠覆了长达一个世纪以来的观点 即这块石头来自当今的威尔士 祭坛时 座位石圈中最大的一块蓝石 重达13227磅 约6公吨 位于英格兰南部的古老纪念碑中心 据信 这块石头可能在近5000年前 通过海陆 从苏格兰东北部运输了435英里 约700公里 然而 这块石的用途仍然是一个谜 一个地质学团队 对奥克尼最大岛屿的两个著名历史地标 进行了调查 这些地标的石头 在大小和岩石类型上 与祭坛时相似 然而 分析并未发现任何联系 研究的首席作者 理查德·比文斯表示 随着我们开始排除 苏格兰东北部的特定区域 这块石头的来源之谜 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项研究正在彻底改变 我们对祭坛时起源的思考 知道化学分析和年代测定工作 正在慢慢解开这个伟大谜团 令人兴奋 石圈的建设始于公元前3000年 并经历了几个阶段 多年来 对于用于组建这个标志性圆圈的石材类型 进行了大量研究 比文斯表示 祭坛时在许多方面 与石圈的蓝石和萨森石不同 它位于纪念碑的一个不寻常的位置 占据了接近中央的位置 而不在蓝石圆圈或蓝石马蹄形结构内 它也是灰绿色沙岩 与所有其他蓝石岩石类型不同 这一发现 让研究团队转向了新的探索方向 不再局限于威尔士地区 2023年6月 研究团队前往奥克尼的主岛 进行实地考察 比文斯表示 奥克尼与石圈之间的长距离联系部分 与某些物质文化风格的交流有关 石圈与奥克尼之间的长期联系 包括在两个地点发现的装饰陶器风格 和类似的古代住宅建筑风格 团队带着便携式X设线机器到奥克尼 对斯腾尼丝石和布罗德加环的暴露岩石 进行化学分析 然而 这项研究表明 祭坛石仍然可能来自苏格兰东北部的其他地方 为团队未来的调查提供了广泛的搜索区域 比文斯表示 这块石的来源 可能位于奥克尼和谢特兰之间 穿过凯瑟内斯和萨瑟兰的部分地区 直到阴福内斯 然后向东延伸到阿伯丁郡 确定祭坛石的来源 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 更深入地了解英国的新石器时代历史 以及建造石圈的人们 他说 作为一名学者 我对石圈已经着迷了几十年 我和我的其他同事 将继续努力确定祭坛石 究竟来自苏格兰东北部的哪个地方 特拉维斯 巴克的深情回忆 希望天堂有探视时间 特拉维斯 巴克 Travis Barker 这位Blink182的鼓手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 他对已故母亲格洛利亚 Goria的深切怀念 9月12日 特拉维斯在Instagram上 发布了多张照片 纪念他母亲的纪念牌匾 这让人感受到 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在这些照片中 有两张特拉维斯被对镜头 跪下来向母亲致敬 格洛利亚于1990年9月3日去世 那时特拉维斯只有12岁 他在去世前几个月 被诊断出患有自体免疫疾病 肖格伦综合症 这段回忆 对特拉维斯来说 无疑是痛苦而又珍贵的 在另一张照片中 阳光透过天空 照耀着这片纪念的地方 而第三张 则清晰地显示了 格洛利亚的名字 与他丈夫兰德尔 并排刻在纪念牌匾上 旁边写着忠诚的妻子 和母亲的字样 特拉维斯在帖子中写道 我希望天堂有探视时间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 许多人的心 让人感受到 他对母亲的无限思念 特拉维斯的妻子 45岁的考特尼 卡戴珊 Kourtney Kardashian 这句话不仅是对特拉维斯的支持 也让人感受到 家庭之间的深厚情感 特拉维斯的女儿 阿蒂安娜 德拉霍亚 艾塔耶娜的拉霍亚 也在留言中 发送了一个白色爱心的表情符号 表达了对这份情感的共鸣 在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 《我可以说》中 特拉维斯提到他的父母 如何在他小时候 为他报名骨客 他回忆到 我爸爸开车送我们 我妈妈总是在教室里录下课程 他学会了如何读谱 和正确握住鼓棒 如果我不明白什么 我总是可以去找他 这段回忆 展现了他母亲 在他音乐生涯初期的重要支持 特拉维斯在2015年 接受VICE访问时提到 母亲去世后 他与父亲的关系 变得尤为重要 他们之间的情感连结 不仅仅是父子 更像是彼此的支持者 他们甚至都在身上 闻了Piehl这个字 这是他们多年来 互相称呼的名字 特拉维斯笑着回忆道 小时候他说 如果你纹身 我就会踢你的屁股 把你赶出家门 但多年后 20年后 老爸自己也有了几个纹身 这真是太棒了 特拉维斯强调 母亲的去世 让他与父亲的关系 变得更加紧密 他说 我妈妈在我12岁时去世 所以我和她的关系 非常重要 她在我的商业合并中 帮助我 帮我支付账单 让我保持有序 我每天早上 都会像时钟一样 和她通话 拥有一位父母在身边 让你保持谦逊 保持脚踏实地 这总是好的 在特拉维斯的回忆录中 她的父亲兰德尔 对她的评价充满了骄傲 特拉维斯让我非常骄傲 我从未想过 她会像现在这样成功 这句话 不仅是对特拉维斯成就的肯定 也反映了父子之间 深厚的情感 特拉维斯 巴克的故事 不仅是音乐的旅程 更是家庭情感的真实写照 她对母亲的怀念 和对父亲的感激 让我们看到了 她在音乐之外的另一面 每当她在舞台上 挥舞鼓锤时 背后都有着 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和深厚的情感支撑着她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这篇文章揭示了英国 在二战期间 对待犹太难民的冷漠态度 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失败 当时的官僚体系 对犹太难民的申请置之不理 这种冷漠导致了 许多无辜生命的消逝 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 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警示 楚天书 别这么戏剧话 你知道当时经济低迷 失业率高气 还要接纳大量难民 这对一个经济困难的地区来说 简直是火上浇油 别忘了 政府当时也有自己的难处 总不能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吧 谢琪琪 你这可就有点冷血了 即使经济困难 也是人的生命更重要吧 你看《被拯救者与被拒绝者》这本书 里面提到许多被拒绝的犹太人 最终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惨死 难道你觉得这是可以被经济困难所辩解的吗 哎哟 楚天书 你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那时候北爱尔兰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 地方经济又那么糟糕 你难道要他们把本地人也变成难民吗 而且他们还是尝试了一些措施 比如引进犹太技工 这也算是一点努力吧 谢琪琪 你这简直就是为官僚体系的冷漠找借口 这不是什么经济问题 而是人道主义的根本问题 当时的官僚们只考虑经济利益 忽视了人命关天的问题 这完全是道德沦丧 楚天书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怪责政府没遇见到希特勒的疯狂 历史总是事后诸葛亮 当时那些公务员不是故意冷漠 他们只是被现实困境所左右 再说 现在反思这些 说白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介绍给你的船处的层汰